68岁儿子和媳妇伴嘴 95岁母亲拿起扫帚教训儿子 视频中 95岁母亲拿起扫帚 轻轻地派打着68岁儿子 儿子拱着身子向母亲道歉 原来 媳妇想买两件新衣服 儿子觉得浪费不让媳妇买 两人因为此事唠了起来 闻声赶来的母亲询问儿子情况 你有啥呀 他就买两件衣裳 我说他依然有多事 不用买那么多了 把两件衣裳两件 你喝酒你叫做天哪 那喝酒又一碗事 你喝酒叫做天哪 见儿子拒不认错 母亲拿起扫帚 轻轻地派着儿子 儿子拗不过母亲 只好乖乖地认错 答应明天跟媳妇一起去买衣服 这么大年纪 还能被95岁母亲教训 真幸福 门前有车不散父 家中有娘才是福 无论多大年纪 在母亲眼里 永远都是孩子 祝愿这对幸福的母子 健康长寿